我们园林县是真的要建制飞弹基地或者是飞弹营区吗 袁林县国民党籍以及五党籍议员 其后在议会联合局群指出近期有消息传出 国防部计划在湖北建制鱼叉飞弹营区 如果建在我们湖北的这个基地 这个湖北的基地那将来可能会成为任何一个战争被攻击的目标是不是 对 议长黄凯也表示海军10月初才在高雄办理周上说明会 规划的鱼叉飞弹新建六处营区中就有云林虎伟 希望县福能够表达地方反对立场 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 很多我们的乡亲都会很恐慌 但实际询问当地居民看法大不同 我不反对啊 因为反而就是要保卫国家 我也爱我自己的国家 我们要首先有一些防疫的设备 才能保护我们自己的百姓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赞同的 军事专家也指出鱼叉飞弹属于防卫性武器 可以保卫海权以及鱼权 避免外国或者比如说大陆的船只 就是奇门踏步 就影响我们的这个国家主权以及鱼权 飞弹发自车它是机动的 所以它并不是设置在这个固定的阵地 所以对地方的影响相对是比较小的 是一个高铁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 那也是一个医院的一个医疗重症 人口相当的密集这里建设非常多 县长张力善则会应 基云全民国防立场绝对支持 但他认为军事基地设置在 湖卫地区并不合适 将在了解实际状况后 向军方表达反对立场